本影片为关以后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痛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与预告分析 可由右上角的连结过去哦 二分之一的魔法 青少年巫师与勇士的冒险成长制度 星爵与小蜘蛛胡搞瞎搞的闯关节任务行动 兄弟情义与家人之间一份深深无法割舍的羁绊 一起来看看这部魔法与洋葱满满皮克斯动画的具现 已经是大石道的二分之一的魔法 终于是在台湾上映 不过后来W也发现 台湾上映在正片前面其实并没有小短片 没有新不胜 Pray Dead with Dead真理 这是小短片 所以在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更正 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 达入前一次的预告分析 不过也是可以自己另外在网上找来看看哦 而在正片动画来开始 先是以口白的方式来带过 这个曾经是充满奇幻魔法世界 除了是有各式各样神奇的生物族群存在着 一度魔法也是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便利 像是斩妖除魔啦 用魔法生活 照亮光明的 直到有人用科学的方式发明了电 电灯泡 科技开始突然猛进的发展 民众也变得懒得用自己天生能力魔法落伍了 然后接着大家的生活就变成这样啦 在先简单看过这个奇幻世界的文明发展史之后 镜头带出了这部动画主角一家人 包括了汤姆霍安德 大家喜爱的荷兰蒂 在这边配音的伊恩是一个有尖耳朵的精灵 通怕西怕也不敢跟别的同学交朋友 是一个没什么自信的高中男孩 然后科技斯普雷特配音的巴利 则是伊恩的哥哥 喜欢研究古代魔法传奇 会跑去抗议支持保护历史古迹 也热爱角色扮演 桌游收集卡牌 但神经又年大条 又是爱耍宝的一个大男孩 老爸威特早在伊恩出生之前就过世 老曼罗拉是当亲妈妈 将他们两个兄弟照顾大 而现在则是交了一个男朋友 霍特是一个警察 而且还是一只人马 不过伊恩与巴利都不喜欢霍特 也不喜欢他说的那些不好笑的笑话 皮克斯忠实的本事应该有发觉到 可以在几部皮克斯作品当中 看到关于青少年小朋友 成长与家庭相处的探讨 有像是不适应搬家后新环境 小女孩脑袋齐去 被搞得乱七八糟的脑筋急转弯 或是小男孩坚持了自己的音乐志向 阴从阳差之间带大家一探亡灵世界的可可夜总会 甚至在小朋友看的动画里面 更大胆地讨论一些关于死亡 面对自己家人亲友的过世 等等这一类身体识别比较低落的情绪 该如何找到书房利用自信 勇气寻找出路 皮克斯在原本应该就轻轻松松 笑笑带过的剧情 加入了注射十类比较严肃的话题情节 但也并不是说因为这样的题材 就让整部动画变得沉闷无聊 皮克斯就是那么有两把刷子相当会说故事 现在这就利用来自故事老爸的生日礼物 来串起了曝光的思念感动情绪 以及一连串一整个是歪打正着的奇幻大冒险 这部二分之夜魔法 可说是皮克斯难得一部 剧情是满满奇幻元素的一部动画作品 当然以往的作品可能都会有奇特的发想设定 但这部包括整个魔法世界的背景 人物角色也是来自于夕阳神话 传奇的生物年轻的一人在旅程中学习魔法 还有就是老爸竟然就是一个隐藏版的巫师 向一开场介绍这个世界 眼睛变化了口白就是来自老爸威特的声音 也是来自老爸遗留下来的一根魔杖 一颗宝石还有一封说明如何使用魔法 可以把已过世的老爸变回来一天的心 所以看到原本对这些就有兴趣的巴力 当然是一整个超孩马上就拿来试试看 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施展魔法的姿势 巴力不管怎么事都没有反应 而伊恩却是在V中念出作语之后 奇怪的是就这样接着是发生 看到在魔法光束引导之下 开始出现了一双脚 我想设定巴力与伊恩新来特赋 Light Food 多少是有些意义与巧儿的存在吧 Light Food会发光的脚 作为一个有点神秘特质 或者是不小心伊恩展现的半吊子的魔法 老爸只编出一半 缺了三半身还发着光 也是蛮符合他们家这个新的特质哦 而剧情里面包括老爸的照片 不是是伊恩思念这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爸 羡慕别人老爸 透过老爸老同学 多少都知道了老爸一些了不起的特质 甚至是以老爸之前录音带 伊恩会用来当作像是真的在跟老爸对话 种种之间 透过一些小细节来表达感人的情怀 慢慢累积起来 伊恩有多么想要亲眼看到老爸 哪怕只是短短的一下子也好 不过剧情总是会有曲折 才不会那么简单就可以如愿的 巴力根据他对传奇的了解 想出一些解决方案 说了传说魔法都是真的 而且还可以从卡牌桌游魔法百科里面 就可以得到相关线索来解任务 巴力说这些都是根据真的记载而来 只是大家太依赖客气都忘了魔法也忘了这些 嗯好吧 这样也可以 所以根据了巴力关于这方面的博学多文 为了找到另一个宝石变回完整老爸 两个人可说是一路误打误撞 歪打正着的 展开了他们两兄弟 哦对了还有他们一半的老爸 经过变装之后一起踏上这个精彩冒险公路旅程 而店里面的旅程都是有其背后代表的意义的 像这两兄弟这是冒险事件 除了都是很想见到他们老爸之外 也是一个机会对于两兄弟情谊的形式 无形间牵动改变了他们对彼此的看法 像原本对巴力都是不务正业 喜欢魔法传奇的 但也没想到这些知识竟然后来都能拍上用场 根据牌卡传奇故事的资料冒险旅程的第一站 两兄弟与一半老爸先是来到了歇尾斯的酒馆 但却发现酒馆变成了一间冒险主题餐厅 而歇尔斯克瑞是老板已经进盆洗手 不但不太了巴力 他自己也不再那么有冒险精神 并在一样即将之下 克瑞后来大发飙几乎烧毁自己的店 所以看来内心当然还是有那个游猛野兽战士魂 只是正是如大家不再用魔法那样 克瑞的生存变成是开商店的老板 也是慢慢放掉邪尾斯本性的那个部分 然而即使克瑞没有通过太多小细节 真的原版地图也被烧毁了 真的是神乐还多亏了有巴力 还是可以从儿童餐绘图解谜版本 巴力参透出下一个要前往的目的地 剧情一方面是在演两个兄弟 为了要把老爸完整变回来 踏上了这一次的成长探险之旅 而其实在另一方面也是说了在那样 现在生活大家过度意待科技 也忘了自己的本能 像克瑞忙着长天的生意 都忘了他勇士的斗志 有长了一双翅膀 但确实是很久没有拿来用 或像是后面遇到了一群其重机的庞克小妖精 明明就有长了翅膀 却也变得不会飞 就只会大家不要的重机到处耍狠的 而伊恩也是一个例子 老爸明显会魔法 伊恩遗传道有这样的知识 不过却因为之前没有开发这方面的能力 另外也是因本身没什么自信的缘故 因此才会有施展魔法师 有失灵有时候不灵 同理应该也可以理解 原本是高贵独角兽 大概因为环境被破坏都市化 所以才变成连络街头 像野猫野狗那样 找垃圾吃变得脏兮兮的 二位之前的魔法导演是丹斯坎伦 是一位皮克斯所培养出来的动画师 编剧导演 所以也是相当能够掌握说一个好故事的节奏 包括利用生活细节点滴来酝酿各种情绪 利用各种冲突来制造精彩刺激又爆笑的看点 像是老爸 两兄弟能火了一大群小妖精后 就变成伊恩硬着头皮开车跑给他们追 然后金钱斗序过程终于有摆脱了小妖精 但也有因为超速被警察盘查的 各种有的没的考验了两兄弟的情依 相互谋合也是借由各种机会 原本不敢开车的伊恩现在会开了 原本魔法时有时无的 现在也慢慢熟练了 不过就当两兄弟依照古代路径解体过关斩将 甚至巴黎牺牲他最爱的乡情车 情况是后来抵达地点 竟然是回到小镇伊恩学校的校门口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一段预告之后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过地点 或想保留一点神秘感人 建议看到这里就好咯 根据古代乌鸦石像石板指引方向 但却是到了一大圈回到小镇学校门口 有那么一段时间巴黎于恩被搞混 伊恩认为都是巴黎而错 不过又仔细想一想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对的 古代的这个所在应该没有什么发展 现在的学校可能是一栋象征神圣的知识殿堂 只是跟现代化发展一样 都市开发这些遗址慢慢消失在现代文明之中 首先巴黎后来在门口谨慎的喷泉遗址顶端 打开机关还是发现了一颗宝石的存在 两兄弟赶紧利用宝石要让老爸变完整 但拿走了宝石之后却也唤醒了可怕的怪兽 诅作破坏了学校建筑壁画 组合成一只巨大的石头喷火龙要攻击两兄弟 而且在谢维斯与老妈赶来救援 两个女战士利用图伦宝剑拖延的喷火龙 Ian后来也放弃了跟老爸见面的机会 利用各种魔法来阻止喷火龙的攻势 好让巴黎有机会跟时间不多老爸说说话 然后虽然最后有打败了喷火龙 但Ian被困住也只能远远望着老爸身影消失 总结来说有着满满的感动 不圆满的圆满结局 主旨说的是有一种防补归正寻找最真的自我 有一种发觉隐藏在大家心中的本能 包括像两兄弟老妈有成为巫师勇士的特质 小二进会飞人马有四只脚跑得超快的 大家先前迷失在科技生活 都忘了自己还有更强大能力以及生活的意义 所以借由这次各种事件之后 大家更能够了解自己的才能 巴黎于安找到生活中心也不再讨厌Kotter 而两兄弟之间的情谊更加坚固了 Ian把于老爸说话的机会让给巴黎 实际他了解巴黎心中一直有没能跟老爸告别的遗憾 相对于怨而言 则有像老爸那样的哥哥 巴黎一直就像老爸在抗护着他 鼓励他发展潜能 所以依然相当珍惜他所拥有的 也是更能了解成人之美自己收获更多 虽然还是有一些没能跟老爸说伤话的遗憾啦 但有跟一般的老爸一起冒险 用脚也可以另类沟通 总之呢 故事告诉大家要珍惜家人拥有一切 包括要有自己相信发掘自己强大的潜能 一样奇妙魔法就会发生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咯 在此将这部满满洋葱二分之一的魔法 推荐给各位大小朋友 不知道看过朋友有什么看法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点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点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